春节六天廉价 高工局预估南北通勤返乡 车程最长步超过三个半小时 现在是下午两点 我们从高雄出发 预估三小时又零八分就能到达 真的吗 我们实际测试看看 中途不停车开了一个小时 才刚到嘉义县水上乡 距离台北后向还有一大段距离 春节返乡 南北想要在三小时左右达阵 用路人的新生是 飙车啊 飙车才有可能啊 就算你没有塞车的话 那个要飙车吧 没办法开那么快 应该是还算 应该要四个多钟头 但高工局似乎不这么想 网站上其中点设定台北高雄 以除夕南下来说 不管是清晨六点 周五十二点 傍晚或午夜出发 网站显示最快两个半 最慢三个半小时就会到 同距离换成北上 从高雄到台北 不管您是早中晚出发 预估车型时间 大约只要三个小时就能抵达 很多人查了老半天都很想问 这网站是秀斗了吗 台北大高雄的整个 这个距离的话 是差不多三百二十公里 三百三十公里 所以说如果说能够维持 在最高速线行驶 然后中途不休息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三个小时多一点 就可以到 从台北到高雄 所以我们在这个 网页上的这个 试算出来的这个时间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预估时间 还是合理的范围 对 是合理的 想要在系统预估的时间抵达 除了不能塞车 开到一半累了 想绕到休息站 吃个饭打个盹 放松一下都有难度 南北返乡开车 小心慢慢开总是会到 高工举网站 预估的抵达时间太完美 对驾驶人来说 这趟返乡之旅 似乎变成了极限大挑战 这里正好佩如高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